至凌晨 美军约300架B29轰炸机 在东京墨田区等平民区 投下约1700顿炸药 造成10万5000多人丧生 4万人受伤 死亡人数超过长期原爆 相当于广岛原爆 这场导致10万名以上平民丧生的 东京大空袭 届满70周年 东京都卫林协会举办追悼法会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首次出席这项纪念活动 安倍晋到此时表示 将谦虚面对过去 将悲惨战争的教训铭记在心 尽全力为世界的永久和平 做出贡献 好 我们读历史课本都知道 广岛跟长崎的两颗原子弹 是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主因之一 但殊不知在这之前的东京大轰炸 所造来的毁灭性的打击 其实在那个时候 日本就已经动了 想要放弃的念头 是吧 赖教授 是的 对于日本来说 他们原来要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 他们的军国主义者 他们是欺骗他们的老百姓 骗的 对 他骗他们老百姓说 我们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把整个亚洲打下来 这么有信心 对 那这个战争一打 打不完 打了很长的时间 打不下来 打不下来以后 东京或是日本的民众的生活 越来越糟了 但他们的本土 还是没有受到攻击 对 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问题是 当东京开始受到伤害 受到攻击了以后 那就真的会痛了吗 对 日本的民众突然间开始发现 好像 不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你跟我讲的那一回事吗 你们我们大日本皇军 在海外的作战 好像不是跟你 的国内宣传那个样子 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内部里面 已经有很多的 包括空军的 包括海军的 包括他们的民众 包括他们的文官的政治领袖们 他们其实都已经开始考虑要投降了 所以不是那两颗原子弹 才做投降的决定 在这之前的这一个东京大轰炸 七十年前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想法了 是的 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日本的军队没有办法保护 他们的国民的安全 没有办法保护日本的本土 不受侵略 不受攻击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投降 是因为他们希望给自己 谈到最好的条件 因为他们不想向德国 在五月的时候宣布无条件投降 他后来不也是宣布无条件投降吗 可是之前中国大陆 就是蒋介石 蒋总统 中国 美国跟这个英国 在波斯坎的宣言公告里面 是要求要无条件投降 那日本希望能够再坚一点 再撑一点 就是打输了 硬要想要少赔一点的那种感觉 对 要想少赔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呢 在八月七号的时候 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去了 这一投下去啊 在一公里和原型的一公里内的人 是全部都没了嘛 然后在五公里到十公里的人是被烧了 房子都烧掉 再往外扩张就辐射成 可是在这个时候是一瞬间 因为一瞬间造成的整个大量人的死亡 跟我不断的轰炸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学杜黑理论 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空袭论 就是轰炸论 那么他一直没有被证明是有效 他从来没有被证明有效 因为从1940年9月 德国开始对伦敦实施轰炸的时候 就不断的投下去 从1940年的9月 一直炸到1941年的5月 这么长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飞了几百架的飞机 然后投了一万多吨的炸弹 都投到这个伦敦的时候 伦敦也没有投降啊 也没事啊 也没有屈服啊 因为你一波飞机来 我被你炸了 但是我可以复原 我可以把火扑灭 我可以整理以后 我人民强暴再活下来 但是问题是 我在瞬间内 一瞬间 我投下去的一颗弹 等于超过 而且还超过 德国投在伦敦一年的总弹量 那就不可 那个就不能比较 就无法相比较 对 但是在投一下 第一颗广岛的时候呢 日本的军国主义 还是欺骗他们的老老 还在骗啊 把整个消息封锁 把整个消息封锁 但日本天皇知道 把整个消息封锁 他们还是要坚 还在坚嘛 再坚就再一颗啊 再坚 就再一颗长旗 那为什么长旗 因为已经越来越靠近了 如果你再坚 而且这第二枚的原子弹比第一枚 还要大 就是火力还要在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日本天皇 一看如果炸到东京的话 那就真的没救了 那就全没了 那全没了 那日本以后怎么办 好 这个时候本来日本的陆军 就大陆军 这些军国主义者 还要坚 还在坚 天皇拍摆了 下了决心 不坚了 其实他拍的都算晚了 如果早一点再拍的话 就没有这么惨痛的事 其实当时日本的天皇 不要被他们的军国主义者 尤其是陆军 瑕疵的话 如果他当时有这个道德勇气说 不准侵略周边的国家 至少他如果听进去 三本五十六所讲的 不要发动侵略战争 如果日本天皇在当时下了这个决心 那当然他们的日本的陆军说 你如果不支持我就欠负 表示你对我的不信任 那我就欠负 如果日本天皇当时不要被他们挟持 然后看看他们会不会真的欠负 那这个时候情况 可能日本就不用单 历史都改写了 历史改写了 日本也就不会成为 今天我们在亚洲里面 一直要你正视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了